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早开着小货车经过水田区的十字路口 和一台轿车撞得正着 自己因为货车老旧毫无防护力 吴老板的头受到不小的撞击 路边的农友看见了赶紧协助叫救护车 索性后来缝了几针就能回家休养 田里的工作就只好暂时请伙伴代劳了 而另一位是菜农阿华姐 也是一场意外造成锁骨断裂 她只好在脸书赶紧通知大家 手边的工作不管是田里的菜园的或参与的课程 和摆饰集等活动都延宕了 请大家见谅 结果一下子涌进好多留言慰问她 除了担心她的病情 更多是农友之间的互相鼓励打气 一定是你太累了 所以老天爷给你可以好好休息的小假期 该休息就休息哦 想一些现在能做的事就好 要接受 面对 休息后再出发 或许会是人生的一大转机呢 去做一些平常不能做的事好了啦 比如说在尖锋时段的大众运输 坐公车 坐捷运 坐一整趟的博爱坐啊 呃 这是纯粹要逗农夫开心而说的笑话吧 原来平时像陀螺一样转不停的农人 尤其像小农 不只忙田里或菜园的耕作 也要忙销售 一旦生病 就好像一家餐厅在最忙碌的晚餐时间 突然停电 影响会有多大不难想见 不过如果是老农受伤 复原力恐怕要更久了 像是种菜的猪阿嬷 今年已经74岁了 最近也因为骑机车被撞伤 手臂骨折 手掌骨头碎裂了 对于老人家而言 身体要复原 谈何容易 虽然有儿女照顾 但是她最挂心的 是无法再继续耕作 大半辈子种植有机蔬菜的阿嬷 不希望菜园与田就此荒废 做一个农民实在是不简单 在这里常常要到天宫备亚参照 天气较好呢 才有好修行 要过要自己承担意外风险 因为他没像上班族 有党子穿病假 又还有心碎党而已 农作物才没在管理 遇到什么乞合意外 在我教书在担 菜堂如果没了就教书在吃 所以农民都要靠自己 生活贵 烦恼也没更大 不怪 人家说无农的人 常常都会变成哲学家 像这位正才的阿嬷说 麻烦啊 做到一个疼的 过就好了 这是一个疼痛的关卡 痛过就会好了 听阿嬷说得这么豁达 我这个在一旁瞎操心的晚辈 也不敢再多刀念什么了 挑一首好听的歌 献上祝福 金曲歌王谢明佑 请问头回过度 饭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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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在的愛 它倒海啊路在海 一月啊 立馬立春分路 沒好 九泊它倒 拿著肚子 鑽頂啊 吃飯啊 它倒 鑽 拿著睡 鑽頂啊 它倒 鑽 拿著肚子 鑽頂啊 它倒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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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幾次 será 也 三月我要 競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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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鈴 拿著 母用來 搬去 前衬 阿伯那玩電愛到 迎我做方法 討過那可別愛到 無法回憶愛到 哎呀落地海 哎呀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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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愛到 哎呀落地海 哦 哎呀落地 你愛到 哎呀落地 哎呀落地 是月啊 死啊 是春天路啊 無好 九泊啊 它就一圍堂面 一針啊 三圈啊 它就無阿彌柱 驅趕來 地外 它就好 可好 驅趕來 地外 它都台式 dr台 驅趕來 elementos 車子女子 驅趕來 所屬財 speaking 驅趕來 地外 它都台式 dr台 走毒老 comun 車小旅行 走毒農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今天节目的关键字是 美丽石岗 台中有个地方叫石岗 听听人叫九更啊 不是神岗哦 是石岗 位于台中中部偏北 大甲溪西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 和新社河的交汇处 今天节目专访的来宾 就是在石岗当地经营 美丽有机农场的负责人 谢美丽女士 她种植有机巴勒已经27年 种的巴勒品种是难度很高的 水晶五子巴勒 平时除了农务工作 她也会担任社区的导览解说员 而这个社区就是具有多年 社区营造经验的龙兴社区 龙凤的龙兴盛的兴 这社区人口大约800人 9成5的居民都是务农 主要生产高阶梨和飓风葡萄 最近几年开始举办假日农夫市集 结合游客人潮 提供新鲜的蔬菜水果 振兴地方产业 而且石岗境内有一条生态资源 相当丰富的石水科西 是很多种鸟类的栖息地 也是台湾白鱼 难得能生存的地方 你看哦 从石水科西这名字就可以知道 很久以前这溪水干净到人都可以直接喝的 难怪像台湾北鱼 这种台湾特有种纯淡水鱼类 喜欢这个环境 但是白鱼一度在这条溪流消失了 五年前石水科西被公告为 风吸护鱼的河段 沿岸的农民配合护鱼行动 纷纷改变自己的农耕方法 由原本惯性农法改采友善耕作 减少农药使用 经过几年的富裕 终于在石水科西中 又逐渐可以看到白鱼的踪迹 这也成为当地环境改善的明显指标 所以只要白鱼健康快乐地在石水科西悠游 就证明石岡的龙兴社区所出产的农产品 是安全有保障的哦 有机会不妨走一趟石岡龙兴社区 亲自认识石水科西的农特产 也来认识台湾的稀有动物白鱼 当然啦 还有一个一定要认识的农夫朋友 谢美丽 这位神农奖得主 下段节目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专访 你正在收听的是青龙市集onair 你正在收听的是青龙 好青菜啦 两个国家两个台湾很难转换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来宾 专访委台中的九龙 就位如新龙来到节目的现场 她是夏美的阿姨 我都叫她美丽阿姨 尤其以前的芭蕾 上港有名声 一港真出名的 就是美丽的丑芭乐 我们这个商标就是主要是用 美丽的生态有机农场种植的 美丽阿姨你好 大家好 我刚才应该有说不到几个地方 对吧 比如九龙阿 不可以这样说 说九龙阿好像感觉我们很小 我也希望现在用变得更大 说九龙 所以如果我们台语说 有一个阿 比如说我说 金桥阿姨 金桥阿 这就是跟我们说小 一个地名 九龙就是九龙 哪会为以前的人叫九龙阿 可能我们的房子比较小 我们是台中面积第2小 人口也第2小 所以很少 我们够从丰元到东西的中间 东西才6公里 你这样收着就过去了 错过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生命 九龙 他们都说 新港 神港 你如果讲台语 国语就是神港 你说石港 他就说神港 因为神港有一个交流道 所以大家都记得神港 不制造石港 所以神港石港 傻傻分不清的台湾人的很多 很多很多 因为神港是在西边 我们是在东边 我们今天邀请阿姨来 27年 装做优质的农场经验 27年 不过27年进政 那一开始 其实你无人的经验 是由零开始 对对对 完全都没有经验 对 证着证着证着 竟然进到第8年的时候 就对了 神龙奖 神龙奖 女神龙 那真的有好遗憾 那当那年是多一年 对啊 921地震那一年 哦 你对了 这个奖是在地上进政 还是在后 知道的 应该进政 进政 我们是87年 可以审核 88年的4月就去颁奖 然后9月就地震了 那一年的心情很複杂 对 但是正8年的 幼稽后 拿到神龙奖 这应该是整个酒庚 应该瞬间就会变酒庚 才对就是 骄傲感都起来了 应该是有吧 所以我的石刚龙 会颁一个石刚之光给我 过年过年去拜红贵 美丽阿姨 对 高领导就更加 看到那个厨年 真的在扁额 哇塞 我说到说 原来 我们有石材一个 这么厉害的 鲁龙 都不知道 我们平时太低调不行 所以今天 给你请来节目中 但是这个 八年 可以拿到神龙奖 当时你觉得 那个厨婚是什么 八年 我感觉是因为 当初 我一直有执着 一直想做游鸡 要给他做好 所以当中 一直很认真的在工作 很认真的在学习 那个农作 还做游鸡 大家都不看好 因为那时候 民国80年 游鸡市集 游鸡的风气没起来 他就没有起来 所以你在做游鸡 你就很辛苦 也没人会给你 讨三天 也没全背好看 所以你就 老师也是 蒙着石头过河 他跟我说 我就回来做 结果告诉他 这怎么办 你有拜老师 有啊 我到处去上课 因为我刚开始 都不在乌农 农业完全不懂 橘子 还有桶干 那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 所以我是从一个 真的非常凛的 开始都不懂 所以我会去拜老师 去上课 到农改厂去上课 然后农会去上课 到处去上课 然后到大学去上课 所以 自己累积尝试知识 尤其那时候 组完应该也没像 现在这么方便 现在网络也有 到处都有开班授课 青农 现在要学习资源都很多 所以你在那时候 要走游鸡 自己还要做这么多功课 那时候你也是在累积资料 为后来的有机铺路 对吧 对啊 因为刚开始 你完全是个零 那你在上课当中 你真的听不懂 老师在说这 你听不懂 可是当你上到一个量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转换 所以我们农业 有人在说 老师说 教授说的都没效 因为那都没用你 其实不对 因为它是基本的东西 基本的东西 你要上到一个量之后 你才会反除回来 反除之后 你才会变成你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反除 你就觉得他在说 你都 都乱讲 但是当你反除之后 你才能够退一 反三 才会变化出来 所以老师说的 不是没用 是要 应用起来 但是当你真的 很厉害 举一反三 那也是很多失败的过程 听说一开始 三四年 都甘嬷 像我死一大片 再来六七年 把巴勒术 也都种死掉了 对呀对呀 全部都 全部都是砍掉重练的 对呀 就这样 真的有感觉 叹钱是几年了 可能 有十几年以后吧 哇塞 前几年 是练果树 前几年 你只要练果树 看要怎么种 它就挖起来 要生长 要长果实 刚开始练好的时尊 你还开始买了 你会不会想 有机市集 如果没开 你会不会想 你不知道 你不会想 所以我刚开始 是 蒸到没有 埋头 哭到一直蒸 蒸到有一天 我忽然间 我可以有很多的产量的时候 我竟然不知道 卖给谁 这是很大的苦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现在比它长得好 因为现在有机市集出来 已经开放了 大家都知道 他在买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骗 大家都说你骗 哪有可能 他不相信有机 对 大家都不相信有机 包括农民自己也不相信有机 因为他想 我说我这种一定要丢 是这样你种 不用丢 你人骗 他都这样想 因为消费者 也不相信 你是有机的 消费者 你如果还买 他又贴你买 他贴你买 又不相信 你是有机的 所以刚开始 的行销 真的很辛苦 我感觉比资更辛苦 所以你是有 怎样做 我都把 摆芭蜜 变成是 美丽的丑芭蜜 真的就变品牌 那真的就证明有机 其实也不是 真的都这么摆 没有 我刚开始 真的摆芭蜜很壞 因为不厉害 所以真的很壞 因为棉花壳 危害 大家摆芭蜜都 这样摆芭蜜 我大家摆芭蜜都要洗 我以前 整摆芭蜜 大家摆芭蜜都在洗过 都要洗过 谁不买 洗过又不是很清晰 洗完也是摆芭蜜 真的是苦过来的 但是 后来现在 我当然 这个工夫一直在乱 我也要 讨过你的部落格 你就很厉害 那摆芭蜜 洗到盘 你要是有时间 想说 要把一些经验 给他下来 所以你的部落格 如果这样 很很容易出一片 我都说都是 写类史 这个就很惭愧了 怎么说 都没有一直继续写 对 无关系 这几年来 我们头头一开始说 算到今年开始 差不多就是27年了 对 一开始要务农 你就选择有机了 这样 这样 我们想要知道 说27年 到时候 有那种 倒吃甘蔗 跟我说 现在做 很简单 easy 可以有这种 老农心态 可以吗 大部分 是真的很简单的 很简单 但是因为 你还是会有时候 会气候 还是 虫害 还是什么 还是会跑出一些东西来 你还是慢慢去克服 现在当然是 基本上有80% 都是很简单 没什么困难 怎么要弄漂亮一点 我基本上 我自己做都 能做很好 如果不要疏忽 都是做得很好 而且 它的成功率大概有百分之 尤其是冬天的话 大概百分之九十几吧 夏天的话 气候因为高温高湿 克隆毛七八十%了 所以 基本上是OK的 但是 气候的关系 有时候 大风来了 有时候大雨 有时候热了 蟲害会变得不一样 你就要 随着那个气候不同 然后 昆虫 病害不同 你就要去 应用这个 所以 你说会有 倒吃甘蔗 是有 但是没有很甜 这听起来也是实话 有 可是没有很甜 没有 因为现在农友的考验 很大 气候 哪里 对着说 可能是过去的经验值 都还帮不了多少 对啊 因为我们对抗的是 未知的世界 你没有办法 预测明天是怎么样 后天是怎么样 明年会是怎么样 你去 以前的经验 我就复制到今天 你只能修正 你知道 你去年的工作 譬如说 今年落很多荷 今年一定落荷 也不一定 今年落很多荷 今年落很多荷 你就要修正 它的雨也不一定会 哪时候下雨 小国下 中国大国下 下雨 都 因应的措施都不一样 更何况 今年落荷 想要怎么处理的时候 今年怎么没荷 像今年 都没荷 你就很紧张 国数也不能 一直都没荷 但是你说 可以浇水 可是因为空气中的 湿度不高 太干燥了 你还是没有办法 你浇水浇完了 两天就没水了 现在越来越难 污农 越来越派走 因为气候的变迁 不是男女化 都有预测 然后它变化又特别大 所以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还蛮困难的 所以有机农场 怎么可以经营 这么久 这么稳定 一直坚持下去 你跟我说 就是自己的工夫 夫妻 你跟张海权 张大哥 你们在一些人力上 现在常常也在喊 农业缺工的问题 您自己的 宴护这方面的方式 是什么 农业缺工 真的很恐怖 因为你如果要采收 采收还好 你说要套袋 你真的找不到工人 我们后来有跟国际志工结合 可是那个一直都没有办法 很有稳定的来源 所以只好东抓一个西抓一个 现在政府有办农业师傅 但是那个量也没有很多 像我这一期叫八八乐 我就跟那个农会讲说 我要八八乐 有没有可以农业师傅给我 他说已经要排到八月底了 听得快昏倒了 这么缺啊 对啊 那我们现在有跟那个评科大 他们有实习生 我觉得实习生 因为他来就四个半月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也希望呼吁政府 能够开放 让那个多一点学校 那个农业学校 到农场去做实习 因为这个真的是 也算是帮农村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劳力来源 要不然的话 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找不到 因为常常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区块种的东西都差不多 要工人的时候 大家都要工人 没有工人的 不要的时候 大家都不要 同地区的同质性一定很高 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 就是大家都会 百分之八手时的人都会种那些 采收的时候 套袋的时候 全部都是一样的时间 你就抓不到工人 美丽阿姨其实 你也很关心一些农业相关的议题 自己有时候也是 关心到整百度会也有 真是 所以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 可以欢迎出来 以你的专业 种植 巴勒 在石钢这个地方 27年有机种植的经验 你所关心的 这个农业的议题 最近来说 你感觉也很重要的 最近政府常常都在电视面前 面前 吃水果 我感觉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27年以前 我开始务农的时候 电视就是在吃水果 那些农业单位人 只要有农产品 疯产就在吃水果 27年后还是在吃水果 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农业政策 政府真的很对不起台湾的农民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进步 可能大家会想我们做很多 真的是做就有啦 真的农业农政单位真的做很多 可是真的政府的大方向 不见得是做很多 为什么 农民很可能 有两个风产你知道吗 第一是去台风收起来 去台风收起来 这个价格会比较稳定 那市场价格的稳定 不然就去减 但是这个是牺牲少数农民的 产量让一些农民的价格上 这也很不公平 这对一些被台风收走的人 也很不公平 那你想想看 我今年被台风收走 我明年要不要补种 要啊 去年的香蕉很贵 今年一定要种啊 不种怎么行呢 我吃什么 所以大家种下去了 然后就变成风产 风修 这风修也很比较 本来大家是风修要搅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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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这你就应该要农政单位去调查 外销市场去哪里 你的外销市场都没办法做永久性的 你怎么去把这条线做好 因为外销的东西 它的照顾的方法不一样 既然不一样 你在三四个月之前 你知道量很多 你就要辅导一些人去做外销 专为外销去做这些 那个什么 施做方式不一样 就要这样做 你不能采收 能采收才说 这种种植方法 这种采收方法 没有办法外销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外销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它的时间拉得很长 你早就应该要做好这些规划 可是没有人愿意做这些规划 大家都等着台风过来 把它收走了 然后我就补一些钱给你 然后天下太平 其实这个听起来很心痛 农友那么辛苦耕种 他竟然得去靠一个台风 来做这件事情的平衡 农民很认命 我就认了 台风收走了 对 台风收走了 农民很认命 我就认了 可是当他没有被台风收走的时候 我希望政府真的能够好好 为这个区块去让他补偿一下 不是 我有啊 台风我补你一分第一万块 老实告诉我 那一分第一万块 连冠型的连喷药都不够 对不对 那个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啊 真的啊 我也每次看到那个政府单位 为了丰收而让农民 把他辛苦工作的东西倒在 倒掉 我就觉得很 这个真的是国家很对不起 农民的地方 今天大老远的请谢美丽阿姨 从台中石刚过来 那已经27年有机种植 果树的经验 那刚刚阿姨语重心长 讲到果件商农 讲到政府的政策 其实对农友的影响 是那么的密切相关的 这些很攸关生存 攸关我到底这一条路 能够要到底还要怎么走 那对于这些 可能有经验或没经验 但可能都是还年轻 然后要加入这一个 物农的产业的朋友们 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农业这一条路 它是真的很漫长 而且它真的很辛苦 它没有办法很有确定性 就算你问往事温事 它的确定性都是蛮低的 然后既然它很辛苦 那我也希望说 物农的 有愿意回乡物农的 我们真的要给它 一个很大的支持 但是希望政府 给这些轻农的支持 是实际上的 有时候我们的政府 会有点锦上添花 会误导青农去误农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然后这些青农 他回来误农之后 我们家长也要放手 让他做 尽管有时候他们做的 应该没有很好 但是他的行销手段 真的还不错 那我希望他那些青农 也能够踏实一点 我总觉得农业这条路 真的要很踏实的做 他没有捷径 他真的要很踏实的做 你才会走得远 走得长 那我希望消费者呢 真的要多支持台湾农业 像现在那个香蕉蜂蝉啊 水果蜂蝉 然后电视一直爆 这个香蕉几块钱啊 这凤梨几块钱啊 这什么几块钱啊 消费者就会想说 到市场就会看说 不是爆一斤香蕉两块钱吗 为什么我都买十几块 其实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 为什么因为媒体在报两块钱 他有分上中下价 到底是下价两块钱还是中价两块 还是上价两块钱 就批发价嘛 对他的批发价 然后他的批发价 如果那个厂商他批的是上价 他当然要卖贵一点 你一直跟他讲说 怎么没有两块钱的 我跟你讲 你不买他就不会跟农民买了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错误的行为 我记得好几年前也有一次 也是香蕉两块钱 我也到市场去买 我跟他说 不是人家说爆两块钱 你怎么卖那么贵 卖我十几块 那个小贩他就很生气说 我这个批发价就十三块了 你叫我卖你两块钱 我不卖了 我明天批那个香蕉不批了 从那里我忽然间觉醒了 因为我们消费者去跟小贩说 你怎么卖那么贵的时候 他缓过来会到农民那边去 他都说两块钱 那我就不要卖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提高价格 他缓过来就不跟农民批了 上中下这个价钱 其实就是指香蕉还是有分等级 对啊 所有的东西都有水果都有等级 但是电视媒体 像美丽阿姨你提到的 电视媒体就会去报 那个已经最糟糕的等级 现在最糟糕等级 最丑的可能最小的 都可以两块钱就批发出去 可是问题还是有好的啊 中的阶级的 还有上等的品质的 所以那个品质当然还是值那个价钱 可是那个确实他会把持的消费者 一看到媒体这样报导的时候 就误以为全部均一价 都是两块 批发两块你怎么卖我十块 批发只有两块的话 他自然要double他才会赚钱 因为他有管销费用 耗损会用这些都是都是有的 所以消费者是尽量去吃香蕉 尽量去批风产的水果 但是你不应该用最低价去跟零售商买这个价格 因为你要知道他不是赚最多的 他有时候真的真的就是 我跟你讲市场在很低价的时候 他真的卖很高 他其实没有赚很多 为什么他卖很高的话 谁要跟他买 所以他不会卖很高 他知道市场现在很低 这样他其实他的利润就没有抓得非常高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支持去吃 他不跟农民买的时候 农民就更惨了 这是我的想 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真的是这样子 美丽阿姨你今天这个提醒提醒的非常好 有暴利是价格最高的时候才会有暴利 价格越高的话呢 有时候他批的东西比较低的话 他就会有暴利 但是也不见得啦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一直在骂中间商 什么大盘商中间商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道理 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 其实已经没什么中间商批发商了 怎么说 真的比较少 因为批发市场很多啊 比较透明了 对啊 批发市场很多很透明啊 怎么有可能还有呢 啊农民真的那么笨吗 有笨到说 人家拍卖市场卖15块 我还卖2块吗 不可能 那个批发市场的价格 今天批 农民到批发市场去批 如果我有东西 到批发市场去批 一次二次三次 或是各地的批发市场去批 他马上电脑下午 你就可以去查到你的价格了 你都很知道价格是多少了 你怎么还可能去卖很便宜的 我们也有必要去批发市场做一个功课 去了解 对你去了解人家知道怎么批发 那为什么你去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被卖得很便宜 其实农民自己要付很大的责任 有时候你的农民 你就装出来东西就是很烂啊 所以他就批得很便宜 他就会卖得很便宜 这是关联性啊 农民自己本身把品质顾好 基本上你的价格不会很低 媒体真的也不要一直报那个最低的价格 那个真的会越报越低 然后呢 消费者就越来越追那个低价 然后真的就到最后就真的卖不出去了 今天所有该念的谢美丽阿姨都念了 今天大家人都让美丽阿姨念到 政府也是要念 消费者也要念 农民也是要念念 没有啦 青年农民比较不会有那个分级不清楚 真的老农真的会有这种情形 老农真的会有这种分级不清楚 那我觉得老农也不是说 你就不能该务农 只是说你应该退居第二位 让青年农民出来 让他们分级好一点 然后有理念的工作 容易才会起来 要不然喔 老农都搞那个价位很低的出来 殃及青农的价格 不可以再让美丽阿姨念下去了 没有真的 我是觉得有一些东西 尤其那个什么媒体啊 真的不要去找老农啊 你是报老农喔 真的那些青年农民就很可怜 因为价格就很低啊 你怎么 我问你 怎么有可能高呢 我们是看到那个 我想说 哦 你把帮帮忙 今天阿姨抱好多料 非常感谢今天为台中酒庚啊 台中酒庚啊 石岗香 来的这个很美丽的果农 谢谢美丽阿姨 请大家也多多支持 美丽阿姨这个有机农场 来这边 有时候参观 有时候来找阿姨 给阿姨念念 我说也很好 也是有很大的收获 这样说可以吗 可以来找你 给你念吗 希望可以来 看看真正的农业 应该是怎么样啦 大家 你有 也欢迎大家 到我们农场去做体验 那不过我们的体验 我们不收一两天的 你们可以到我们农场 打工换树 但是我们不收一两天的 因为一两天 体验不出什么 所以然来 黑毛山 你没辛苦到 不是黑毛山 是你没辛苦到 你一没有辛苦到的话 你就不知道农业真的很辛苦 你应该用什么角度 去看待农业 所以呢 也欢迎大家 到我们的农场 去做体验 是 FB只要搜寻谢美丽 绝对可以找得到 美丽阿姨本人哦 谢谢阿姨 今天总刚来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 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庄祖仪 曾经和知名广播人 马世芳有一段对谈 庄祖仪提到 很多人会觉得使用有机食材 是上流社会或金字塔顶端消费者 才能承受得起的消费 不过事实上不一定如此 尤其是现在家庭成员都比较简单 在菜市场购买一把青菜 价格便宜 而且分量足够 但是通常没办法吃完 而如果是跟当地小农购买有机青菜 虽然分量少一点 价格比较高一点 但是却可以保证食材 是在玩熟的状况下采收的 分量也刚好一次吃完 最重要的是有机种植 不使用蛋肥 对环境比较友善 这样的消费 也代表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马世芳的回应是 大部分城市的居住者 都在超市或大卖场买菜 像我家隔壁就是加勒福 采买十分方便 有一次我做菜需要大蒜 我发现竟然这里只有阿根廷蒜 没有云林蒜 我只能买那个 飞了大半个地球来的算 后来在我家旁边 开了一间主妇联盟超市 虽然贵一点 但是大部分是在地食材 来源和品质也更有保障 所以庄祖仪说得好 如果我们行有余力 就尽量在生活中 尽一份心力吧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想要听到更多有关农村农业的故事 可以在网路上搜寻 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 米米之音就可以了 祝大家肉脏再快乐 下星期五点 再会 拜拜